你不想吃 老板 这是朕赏你的点心 吃 点心 对啊 你不是说你饿了吗 这是朕特意从御膳房里 跟你带的 快吃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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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胆 那不好吃不好吃 我要吃好吃的点心 你去拿吧 我要吃好吃的点心 不好吃 义太医 撞了迷魂伞 可会丧失神志 皇上 从脉乡上看 臣只能断定他中了迷魂伞之毒 至于心智 是否完全丧失 臣也不敢妄断 不过 臣有一个法子 只是这法子有些不妥 臣不敢善用 你尽管是 不管是什么办法 臣都主动 臣遵旨 中堂大人 快起来 我这儿有好吃的 不好吃 你聘人 不吃 中堂大人 我这儿有道门 你从门里钻过去 就能看到了 老爷不要啊 你这道城门 本王一定要钻过去 勇士们 跟着本王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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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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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站立了 我们站立成门了 皇上 杀就来 看来中堂大人 喝酒 真的疯了 毛败曾经权倾天下 连朕都要记得三分 纵然被朕打入了天牢 他也是桀骜不许 如今连着胯下之乳都能忍 看来 他是真的疯了 搜通 奴才在 把敖拜的家眷 全部都送到刑部 一个一个室 必须给朕查出这下毒之人 喳 离太医 为什么不把老百姨下的解决了 这样不必把他毒封了好 一了百了 不是我 我两次想要去暗杀他 都没能得受 不是你 那还能是谁 难道会是索额图 这件事情太过蹊跷 以后行事千万要小心万不可生长 你们就先退下吧 遮 遮 是 敖拜居然中了迷昏散之毒 可查处是谁下的毒 此事已经交给索额图去查办了 皇上 哀家知道你极为憎恨敖拜 未免心太急了些 黄总母 敖拜中毒 并非是孙儿下的旨 不是你 那又是谁呢 索额图不是奉旨守卫吗 怎么 还会让人得手 孙儿也觉得此事很蹊跷 会不会是 敖拜当初在侍卫中 就埋伏了奸细 现在看敖拜失了事 就不想再受他的挟持 所以就把敖拜毒封了 敖拜这一封啊 他手上的情报线 可就无处可查了 孙儿 你虽然除了敖拜 从此大权在握 但你身上的担子 实在太重了 不可掉以轻信呢 黄总母请放心 孙儿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敖拜已封 所以咱们和联盟暂时都已经安全了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继续追杀敖拜 否则反而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让康熙怀疑 六师傅说的是 只是敖拜已封 我们查找内奸的线索 又断了 究竟会是谁下的毒呢 敖拜被一大堆家眷蒲层环绕着 外头又有重兵把守 这个人居然还能有下毒的机会 刑部已经调查好几天了 都没有调查出来 敖拜是怎么中的毒 难道 正如李公公所言 是索额图下的毒 因为出了他也没有别人了 如果真的是索额图下的毒 那刑部再怎么查 也是不会有结果的 可是索额图为什么要毒封敖拜呢 你别忘了 索额图是索尼的儿子 当年索尼和敖同为顾命大臣 而人争权夺利十几年 仇怨极深 但索额图是一个官场老话头 锦小身卫 他虽然很想除掉敖拜 但他毕竟身负坚守敖拜的职责 应该不会为了一己私利 而擅自毒害敖拜 索额图 会不会是奉旨下毒呢 龙小弟啊 可是龙小弟为什么会选择 这个时候毒封敖拜呢 我也不清楚 也许康熙是想告诉天下人 敖拜这棵大树 已经完全倒下了 逼着他的手下另寻出路 这样 康熙就有可能接手 敖拜执掌的情报网络了 这个不太可能 康熙成死极深 既然忍气吞声跟敖拜谈判了 应该不会这么快 就改变主意出尔反尔 在这些大事上 还是大师兄分析的透彻 你们说毒封敖拜的人 会不会跟吊包同侠的人是一个人 有这个可能 而且这两件事 不一定是一个人 有可能 是一伙人 不知这伙人是什么来路 不仅对康熙和敖拜了如指掌 也熟悉我们的状况 甚至 还能自由出入这大内深宫 和重兵把守的敖拜府邸 也不知这伙人是敌是友 是友 为何不与我们联手 是敌 又为何不向康熙举报我们呢 李公公来了 皇上有旨 宣 丽贫娘娘御书房觐见 妾身遵旨 公公 您是不是听错了 皇上从未在白天 宣丽贫去过御书房 只会让我去御书房 比莫伺候的 师叔姑娘 您说笑了 老奴虽然上了几岁年纪 可这耳朵 还不背 皇上 确实是宣丽贫娘娘金剑 李公公 那您可知道 皇上宣丽贫去御书房 所为何事啊 皇上在御书房批乐奏章 批乐奏章 突然间脸色大变 拍案而起 突然间脸色大变 然后就在御书房里走来走去 过了好一阵子才平静下来 然后就命奴才 来宣丽贫娘娘 丽贫娘娘 随老奴去吧 好 回家 出开开 好 对 我 只能吃 咱俩 快带 咱俩 咱俩 太大叉了 有了 我 咱俩 俩 臣妾参见皇上 给皇上请安 放心 不必多礼 谢皇上 皇上是批阅奏章罚了 宣臣妾过来对弈几局吗 皇上怎么了 婉姓 臣宣你前来 是有一件事不得不告诉你 你爹他 我爹怎么了 兵部吉保 山西总兵书界 在护送平溪王赐子 无应其异刑 进京途中遭遇劫匪 用力的部分遗物被劫 输送兵业 你途中遭遇劫了 民来 Соврем得最强的 不怕 用力 kasih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文心 这已经不是一起 普通的劫匪案 这背后牵扯到 许多重大的机密 你爹现在还躺在 案发地点附近的 一个驿馆当中 不能移动 要是你爹的 你爹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宿回执意只带了少量的侍卫 微服出行 可这路上万一出了什么意外 这么重大的责任 奴才可担当不起啊 皇上呢 他是认为 不可能在深宫中能体察民情啊 更不能够去治理天下呀 如此呢 他这次到山西微服私房 处置两桩大事 顺便呢 再体察体察民情 哀家也赞同 好在此时敖拜已经封了 朝中的众臣们对皇上已经归心了 又有哀家作证 皇上呢 悄悄出京几日 亮他也不至于闹出什么大乱子来 可是啊 就怕万一走漏丰盛 有居心仆测 胆大妄为之徒 埋伏在出巡的路上 借机行刺皇上 那可就 你就放心吧 哀家会下一道一职 就说皇上呢 要陪哀家闭关一个月 诵经礼佛 为我大清祈福 知道皇上出宫离京的 也就只有你我这几个人而已 你呢 多挑几个得力之人 务必在暗中保护好皇上 若是出了差错 埋伏就为你试问 喳 好了 等明儿一早一出宫 朕就摇身一变 变成钦差大臣龙三了 我看到皇上给自己下了道圣旨 封自己是钦差大臣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想起谁了 我不能说 少装可怜 没有外人在的时候 你的嘴上从来都是不把门的 那我说了 我想到了前朝著名的郑德皇帝 他当时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 后来不停地给自己加封 直到最后自己窜了自己的胃 你居然拿着和郑德那个昏君比 看看看看看看 生气了吧 小心眼 我只是突然想到了这个典故 就是想在肚子里覆菲一下 本来我不想说的啊 是你让我说的 你看 说完你又生气 郑德这个皇帝啊 从来就没有认清身为皇帝的职责 他只是把皇帝当成了一个游戏 而把天下的人都当成游戏的筹码 他是朕的前车之鉴 朕是绝对不会效仿他的 朕写了这道圣旨 只是为了出宫查案方便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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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的龙小弟是天底下最好的皇上 是个圣人 是个天子 那个郑德就是个糊涂虫 他连给我的龙小弟提鞋的份都不配 是不是啊 这话听着舒坦 千穿万穿 马屁不穿 在这宫里啊 只有你和朕敢这么挑衅 本来朕想到输家命在旦夕 其要是又不知道被谁给劫走了 朕的心情很是沉重 没想到跟你说笑两句 心情就轻松了下来 好了 有了这道圣旨 又有了这个如朕亲临的金牌 应该足以应付出宫以后的一切状况 我来帮你保管 那 那你连自己端都弄丢了 我可不能把这个圣旨和金牌 交给你这大马虎保管 看不起人是不是 在宫里你罩着我 但是出了宫以后 就是我罩着你了 吹 使劲吹啊 大青头吹就不上睡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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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要记得 第二 Oracle的小婷 应该把它呢 才娱惑 有好 你喜欢 终于 离开紫禁城了 怎么样 主子 你第一次离开禁城吧 外面的大千世界 是不是感觉特别的新鲜啊 那当然了 紫禁城不过就是一个 人工雕琢的蛋白之地 哪比得上这自然风光 秀丽景色啊 这是什么呀 这个呀 这个是新鲜回门 是民间的封锁 现在你知道了吧 外面的大千世界啊 可比你的紫禁城里面有趣多了 真确实是大开眼界了 不过啊 咱们可不能只顾着观光 还得抓紧赶路 这疏损兵的伤势极重 随时有可能不知 朕得赶着见到最后一面 错错错了 你出了紫禁城 就不能老说朕了 得说我 对 这 说习惯了 一时改不过来 那你当时冒充龙三世卫 骗我的时候 怎么广化变得那么溜啊 也没借你说漏过啊 其实我当时也说漏嘴过啊 只不过呢 被我自己圆回来了 没发现而已 某些人啊 自诩聪明 其实奔得要死 反正这笔账 我一直会记着的 好啊 那老大永远记着 小弟我也永远记着 天封路已坍塌 可能需要另辟路径 原来是这样啊 那好 你们两个人分头探查 那个不是纳赛吗 他们都乔装打扮成侍卫 一前一后的干嘛呀 所托精选了三十个大内高手 在暗中保护我 我不许他们靠得太近 以免引人注意暴露身份 所以就把他们分成了三组 一组在前探路 一组练后 果然安排得妥当 所托以前只是被敖拜 打压得太狠了 所以不得不韬光养晦 其实啊 他还是挺有能力 对朕很忠心的 主子 前行三十里 非常安全 并无异常 只是前方有一座石桥 数月前被山洪给冲塌了 所以现在我们要绕行 百里外的另一座石桥 绕行百里 是啊 既然这石桥是数月前就坍塌了 为何一直没有修复 这个 这个 看这地界 应该还没有出顺天府的管辖区吧 这顺天府印是干什么吃的 可能他们现在 缺乏经费吧 缺乏经费 前阵子就有不少大臣 上折子弹劾 说这个顺天府印干国泰 上个月借着给他老娘过七十大寿 光是纯金打造的观音大士像 就收了十几尊 现在轮到为百姓铺路修桥 他就没钱了 他少修一座桥不打紧 可所有的行人就必须绕行百里 百姓们的不便 在他眼里就这么微不足道吗 是啊 主子 主子 主子息怒 主子啊 别生气了 这出宫一路上啊 肯定会碰到很多宫里 见不到的奇奇怪怪的事情 你要是每件都生气 得生气到什么时候去啊 不如这样吧 你看啊 我把这条路上的每一件事 都记录在册 等回京以后 慢慢地处置怎么样 是吧 所大人 是啊 是啊 士叔姑娘说得是啊 主子 也只能如此了 是有缓急 待我先见过书建以后 回京了之后 再行处置吧 嗯 出发 折 主子 来 我们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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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师傅 有什么急事需要现在商量 所欧图跟李公公 服侍康熙小姐去了 很快就回来 我们要抓紧时间了 太子 机会难得 你看 我们要不要在半路上把康熙 不行 为什么不行 花 你别忘了你的身份 我们和康熙势不了力 不共戴天的仇敌 我知道啊 但是你别忘了 所欧图现在还带着三十个大内高手呢 那三十个大内高手 那三十个大内高手 我和太子 清城三个人足以对付 我和太子 清城三个人足以对付 而你和康熙同成一成 若是由你出手偷袭的话 所欧图他们根本就来不及救护我 所欧图他们根本就来不及救护我 我 让我出手 不行 我下不了那个手 我下不了那个手 你下不了手也得下 朱哥哥 刘师傅 康熙暂时还杀不得 为什么 你不是说 康熙聪慧博学又很勤政 是我这大敌吗 是 但我们要推翻的是大清朝廷 而不是康熙一人 就算我们把康熙杀了 这清廷 也会又换一个爱心觉罗式的子孙 来做皇帝 这天下还是大清的天下 对于我们光复大明的大业 并无实质性的帮助 而且 那样的话 我们的身份就会暴露 此前大家冒着生命危险 才打开的局面 就前功尽弃了 嗯 但如果我们帮助康熙 完成此次微服初雪 我们就会进一步取得她的信任 到那个时候 我们就有机会 在戒备森严的紫禁城里 找到童夏 也就有机会 挑起康熙和吴三桂的进一步内斗 让他们两败俱少 这 才是光复我大明的上策 是啊是啊 六师傅 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朱哥哥比我说的明白吗 师傅 我也赞成大师兄的策略 只有找到童夏 取出了宝藏 我们才有实力 聚合全天下光复大明的力量 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 才能完成大业 六师傅 你别怪雪姐姐吗 我知道 你们一心想着 为梅花们 牺牲的几百口人报仇 可正是因为这样 咱们才更要顾全大局啊 对吧 师傅 师傅 既然你们三个都反对 我也无话可说了 去听太子的吧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 如果舒剑真的被救活了 清城此去与他相见 万一被他识破 清城乃是冒名顶替 后果不堪设想 事已至此 担心也无用 也只能随机应变了 嗯 不过我觉得 舒剑受了这么重的伤 未必能瞧出破绽 嗯 雪姐姐说得对 诶 朱哥哥 趁着康熙还没回来 你陪我去小河边 洗洗手呗 好 走 朱哥哥快 朱哥哥 啊 啊 朱哥哥 你可真厉害 说服了六师傅 让他不再欺杀龙小弟 我不愿意杀他 是权衡局势 从大局着想 但你呢 你不愿意杀他 只怕无关大局 是出于私心吧 哪儿来的什么私心啊 不是私心 那就是私情了 好 好妹 你对男女之事十分懵懂 我担心你跟他相处久了 你对他的感情 连你自己都没有察觉 朱哥哥你说什么呢 我对他 我对他的感觉 他就是皇上啊 我只是不想失去一个 全天下最有权势的小弟罢了 跟你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亏咱俩还从小一起长大呢 这么点默契都没有啊 好吧 那我暂且相信你吧 嗯 不过如果有一天 让我发现你骗了我 我就改变主意 亲手杀了他 朱哥哥 你现在这样的眼神好恐怖啊 我当然能给你转发一下 你怎么能够帮着呢 你怎么过来